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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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听导演说 您跟我还挺熟 对 我怎么好像没见过您 上次做竹笋的时候 咱们视频年线过 对呀 你忘了 当时是个姑娘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拉湘 后边是我的姐妹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那我可能只气得那个姑娘 开玩笑 当时是咱们 要隔着屏幕嘛 是的 万水千山不得相见 那这一次呢 咱们在现场见着了 先做个自我介绍 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粤池的向上 来那个邓大厨也很熟悉了 来 做个介绍 大家好 我叫姬吉 姬吉 姬 你好意思吗你 那个大家好 我是我们回家吃饭的 这个老朋友了 邓建飞 然后又菜大厨 来就来呗 您说您带什么东西啊 带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您从家乡蛋来的吗 从我们的粤池带过来的 粤池米粉可以说是天下文明 除米粉以外的其他东西还有好多 还有我们固形的豆干 这还有一个名字叫牛皮豆干 这是算当地的咱们一种 那个像小吃似的 嗯 也是当地的一种特产 嗯 对 除了豆干还有什么 这个米也是特别的 米对 也是我们那里的 然后还有这个 那像上这个 我就看出这个肯定是肉 这个也是我们粤池的 腊肉 腊肉香肠 对 这个呢是我们粤池的豆豉 豆豉 对 豆豉 像我们会用的这个菜 那介绍一下吧 今天做什么呀 今天就不做米粉了 今天做饭 吃做饭 哎呦 哎呦 要说到做饭吧 我觉得您没有必要 做饭 咱全国各地的 谁家不会做饭呢 是不是 那今天的这个饭呢 就不一样了 哦 今天我要把我们的 粤池的特产 豆干 豆豉 腊肉 全做在一起 做一个焖饭 哦 那能好吃吗 好吃 真的吗 好吃 对 那好了 那咱们一会儿看看 到底这个饭 能不能好吃 那咱们先让 像是线上开始 好嘞 先烧水 把这个米要煮一下 煮个六七分熟这样子 这米不用淘 要淘 要淘 我先烧水 先把水烧开 然后洗完过来 水就开了 节约时间 哦 明白了 然后等它这个水开以后呢 就放进去煮 好 那我就去那边淘米了 这个不能淘多次 因为把米浆淘掉了 等于我们煮的时候 还会要那个米汤 那个喝起来很舒服 我们要保留你的香味 对 这就淘好了 然后等它这个水开以后呢 就放进去煮 好 这个快点水开了 就把这个米下在这个锅里面 大概煮的话呢 煮个七八分钟 我现在想问问您 您现在这不是跟煮粥似的吗 这个呢 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做法 在我们农村呢 就经常就是那个大铁锅 然后包饭 然后把土豆放下面 这个米煮好了 就放在上面 叫 方言叫孔饭 孔饭 对 就焖饭 它是连汤带米的一种吃法 它是分离开始的 等一下会把这个米跟汤分开 然后再把腊肉放在下面 再把米盖上去再焖 其实广东也有这样的做法 可能叫它名字不一样 对 名字不一样 叫捞饭 就是它用水先把这个米 煮一下 米浆煮出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再来 拿来焖 焖饭 这个煮的时候要注意 就是你一分钟两分钟 要去看它一下 喘它一下 然后粘锅 我跟人说 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 邓大厨最合适 邓大厨最合适 是的 是吧 邓大厨 来来来 邓大厨直接可以用手来 邓的左边 看你自己 看着锅女行 向上现在就要准备 这个我们这条串的配料了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当地 自己做的腊肉 而且呢 我们要选的话 选五花 有瘦的 有肥的 这样吃在这里面 更香 更好 咱们这个越吃的五花肉 或者这种腊肉 跟别的地方 有什么不同的 首先是它的肉质不一样 我们那里是土猪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腊肉熏的工艺不一样 我们用那种白树叶 熏出来的 有些地方直接烤 或者怎么样子的 这样子 然后这个腊肉呢 我今天做呢 它就不是切片 直接切丁 来来 给大家看看 我们这个腊肉 像玉石 就感觉 闻力很清晰 对 闻力很清晰 特别漂亮 对 这种要盘一盘 当然不合适啊 还吃呢 而且吧 它闻的这个味儿呢 就是一闻 就是自己家熏出来 是的 就是它的那个熏味 没有那么重 就不像是工业熏的那种状态 对 这个米 米它好了 因为这个米呢 我们一般啊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好呢 其实有个方法可以见别它 你说说 就是拿一颗米捏它 软了 它就好了 那我现在拿一个 拿一个东西呢 把米捞起来 捞起来 对对对 这个东西在我们那里 比较常见 基本上每 我们每一家都有这个 就把饭往这里面倒 这有意思 对 所以呢 就要把这个米捞起来 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等一下我们做好饭的时候 是可以喝的 我们又用到这个米 对 然后这个汤呢 我们可以暂时不用 暂时不用 等一下吃这个饭的时候 就可以当汤喝 您看我们这个米就煮好了 对 等一下要把它弄开一点 它太烫会软掉的 因为它很热 如果它本来就有温度 放久了之后呢 它就里面就烫软了 变成粥了 这样子的 就稍微把它弄开一点 好 那我们这个先放在一边 先放一边 这个香肠呢 我还没介绍 这个也是我们那里的特产 对 这个香肠跟我们平时 卖的香肠不一样 你稍等一下 我切开之后 你就能看见了 它一样的 用得如我发 他们做这种 四川的这种腊肠的时候呢 他们跟我们北方做不一样 北方做很多时候呢 是打成泥来做 对 他们直接是切成肉片 或者肉条 对对对 灌到香肠里面 是的是的 是这样的 对对对 我们今天做的这些 全名叫土豆腊肉焖饭 所以还要切土豆 土豆 土豆一样切丁 咱今天干嘛 非要加土豆啊 这个土豆加进去以后呢 首先是 它吃光肉 它很厉害 而且有土豆呢 它能蒸虾 哦 那我们现在这个配料 都准备齐了 对准备齐了 可以炒饭了吧 可以炒了 好 来点油 这个油呢 可以少一点 因为那个肉本来就有油 如果油倒多了呢 它就特别油腻 对 油温不要太高 因为油温太高的话呢 下去之后呢 一下就把这个肉炒糊了 就慢慢地让它把油炒出来 把辣肉的油吐出来 对对对 然后再吸到米饭里边去 是的 然后来点姜 蒜 姜是去腥 对 蒜是真香 对 现在差不多就可以放土豆了 这里呢 就不用放盐 因为辣的自带盐味 炒完之后 油出来之后 半汤土豆会吸走 一个很盐的味道 所以这个肉就不会咸 好了 现在差不多了 加水 就腌它一半 哦 肉的一半 对 就不要腌过了 腌过了就水太多 这个时候放饼呢 有讲究 不是一下倒下去的 但是 一点一点的 让它松一点 如果太紧的话 它等一下的话 有些地方它守不了 这个饭放进去以后呢 筷子这样擦 让它走气上来 能够 它的气能够从一个地方上来之后 周边的米饭都能好 哦 如果米不擦 它走去 它从一圈走 中间出不来 是的 对 这个让我想起了 我们广东分校有名的 对 包仔饭 但是这包仔饭啊 我记得它是有锅巴的 咱这个就是 在上周怎么会有锅巴呢 你这说出大天来 长不出锅巴呢 能长锅巴 稍后呢 就告诉你怎么做的 真的 真的 你可答应我了啊 对 必须有锅巴 保证得有锅巴 保证有锅巴 要有锅巴我吃了 要没锅巴你吃了 你吃三碗 行 没问题 OK 好嘞 现在就来切豆干 好 在这里呢 就还是把它切尖 这豆豉 什么时候用上了 在做饭的时候呢 这个豆豉跟这个豆干 一起放在米上面 就相当于我们的主食里面 一种配菜 在蒸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豆豉的味道蒸出来 跟这个豆干一样的 都可以吃的 很有特点 跟这个豆干一样 一会儿咱得尝尝 好吃 对 现在差不多几分钟了 你看现在这个米饭 已经蒸得差不多了 把这个豆豉放一点 你看见没有 哎 向上 这不是我说吧 一点儿郭伯都没有 一点儿郭伯都没有 稍后 稍后 你不要急 还很踏实 这个人 再焖它个两分钟 把这个豆豉的香味 给它蒸出来 好 蒸出来以后呢 你会看到锅巴了 嗯 现在呢 差不多两分钟了 你看到没有 吱吱响 表示它的水分快干了 这个时候把这个米饭 翻过去 把这个里面的肉 给它翻到上面来 哦 明白了 它有点像拌饭的感觉 嗯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没有锅巴 是吧 需要一点油 跟这个边上走下去 所以边上慢慢的会出现锅巴 因为油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弄好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事情 腊肉的味道 那个咸的味道 被土豆已经吸走了 但是米饭没有啊 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放一点酱油 再加酱油的时候 要注意点儿啊 这个不能这么倒 这么倒它就散开了 倒的最好是倒在碗里 我们泰勒的头盗生抽 它是玉米巴椒 并且呢 您家里炒菜呀 拌馅的都可以倒上一样 提鲜的效果特别好 对 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就是 就放点葱花 看了没有 看了没有 这就是锅巴 哎 真真不错 真不错 土豆腊肉焖饭 就做好了 对 它有豆豉的香味 有腊肉的香味 有土豆的香味 有很多种香味 点缀一下 可以 对 土豆腊肉焖饭 来 赶紧品尝吧 好 拿一个公勺 给大家盛上一点 谢谢 刚刚说了 有了锅巴之后 就是三碗呢 你这 说出大天来 长不出锅巴来 能长锅巴 要有锅巴我吃了 要没锅巴你吃了 你吃三碗 行 没问题 这有锅巴吗 这就是锅巴 真不错 真不错 我来这个 我来这个 我记得现在有一个 特别流行的语言 叫干法 其实我们老家叫 啪米饭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对向上最好的一个感谢 因为毕竟从大老远来的 带这么多好的食材 我们就给它都啪掉 好嘞 来吧 满足 琢磅是真的脆 而且土豆很有面面的口感 一咬的时候 还是有点爆油 爆油 太好了 我吃完了 都吃完了 都吃完了 来给大伙计 这是我们的光盘行动 希望大家把好吃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都吃干净 对 这才是对这个米饭 最好的敬畏 对 等会儿 还有一样东西没吃呢 哦 还有那个米汤 哦 刚化以后那个米汤 正所谓原汤化原食嘛 对 对吧 其实吃完了之后 就是从味蕾上的感觉 也需要那一口 而且这个汤呢 现在就比刚刚还要更甜一点 是 好嘞 那咱们喝点米汤 现在就喝就特别舒服 刚才那个米饭呢 吃都有点急 感觉都噎在这儿了 哎 一下 顺下去了 顺下去了 还很解腻 对 今天的这个 我觉得向上 确确实实把家乡的美味 给我们带过来了 对 这个家乡的美味 其实就在这个 一汤一饭之间 是的 我们就能感受到 家乡的味道 和在家乡的那种 幸福的生活 所有成分来自熟悉食材 我的私藏先法 泰德勒原味鲜酱油 喊您回家吃饭 土豆腊肉焖饭 第一步 米挤干净以后呢 煮水捞出 沥干水分 第二步呢 我们把腊肉 土豆香肠炒香 然后加水 米 豆豉 豆干 焖两分钟 需要一点油 酱油 放点葱花 给您换一个重点 在焖制米饭的时候呢 加一点油 更容易出锅吧 作为大厨来讲啊 我毕竟让它好看 好吃 要见它 然后我们讲究金银蒜 一定算在锅边来吧 如果你油太多的话 它很容易就冒出来了 想不到金银蒜是这样做出来的 邓大厨 今天您来 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其实我今天也带着任务来的 得给您学一道菜回去 对 那您看 我们都很想学一道菜 您就得拿出一个拿手的来了 那我是广东大厨 桌面就是这么多食材 然后就想既能用我们这个乐池的食材 然后又能做出来我们这个乐菜的这个风格 我们的这个乐池最有名的就是米粉 那我们就做米粉 做米粉怎么做 我们那里都是说的 就是汤粉呢 你不能做一个汤粉吧 那我就不做汤粉 那你要做什么 为什么 走着桥 走着桥 这个菜说是叫走着桥 其实现在呢 我们邓大厨还在构思 咱们先说 先介绍介绍咱这个米粉 这米粉呢 今天这里有四种 这种颜色呢 是紫薯米粉 紫薯 这就跟紫薯一样的颜色 然后这个是乔麦米粉 这种稍微摆一点 这叫有机米粉 这个是正常的米粉 就四种 四种米粉 咱既然今天 让邓大厨现创作一道菜 咱就别给人 增加那么多难度 咱就别给人 增加那么多难度 咱就别给人 增加那么多难度 咱就把四种米粉 都用上 怎么样 我觉得你思考的时间 差不多了 这个 我的做法也不需要泡 也不需要泡 那你怎么办 有意思 那我就给我烧热水 好 烧热水 对 跟煮面条一样 煮面条水要宽 宽 这就是一大改变 以前我们的粉都是泡 对 这回我们煮 对 您说用四种对吧 对 其实也难不倒五 可以吗 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 因为它的粗细 硬动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你一起下火去煮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问题 有道理 给它掐断 掐断 对 太长了 我觉得 就这样 哦 广东有一个米粉叫排粉 它的形式很像 然后我们再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凉水泡啊什么的 我有一个焖的过程 焖的 我要吃的时候 不吃它的那个软辣 我要吃它有一点筋道的感觉 哦 因为它是快速的 对 原始的那个凉水泡不一样 它容易粘 对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加一点点油 加点油 盖上骨干 煮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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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记住了 煮五分钟 现在我们时间到了 可以了 来尝试一下啊 哦 长好 怎么去判断的呢 手掐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硬鲜 硬鲜 对 我明白了 哦 你这个拿去倒了 谢谢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过凉水的时候 不能直接冲水 你看我就过一下 然后立马捞出来 如果没有温度了的话 焖不熟的 因为我们中间 还有一点点硬鲜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 找一个盘 然后呢 我们家里边如果有盖子 放上一个盖子 大概焖三分钟左右 就这样焖三分钟 让它冷却了 好 那我明白了 来 反正要学 一步一步学 这样子盖着是吧 对 然后放在一边 就放在一边就好了 就放在这就行 好 现在我们那个粉 已经焖得好了 焖好了 这个作为大厨来讲啊 我不仅让它好看 好吃 而且要健康 所以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要加一个鸡蛋 让它更有营养 加一个鸡蛋 好 我们这个就 你看拌完均匀了之后呢 我们就放在旁边 放在旁边 然后我正好看见 我们这个厨房里边 还有这个虾 然后我就加一个 粤菜里边的这种 蒜蓉加虾 蒜蓉加虾 再加米粉 董事长 现在可以说了吧 这个菜的名字叫做什么呀 这个 蒜蓉粉丝开边香 那叫蒜蓉米粉开边香 蒜蓉米粉开边香 这样更好 更符合我们今天这些原料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蒜蓉和香 我们就准备了一点蒜蓉 这里边加一点醋 白醋 为什么在蒜里面加白醋 对 如果因为 加完白醋了之后 我们炸出来的这个蒜 它不会苦 然后变颜色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好看 它不会很容易变瘦 因为我做这个酒店级别的这个蒜蓉 然后我们讲究金银蒜 炸一把 留一把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水 磨滤掉 这个水不要了 水不要了 我给你拿走 让它晾一下 火烧上了之后呢 就加这个油 在炸蒜蓉的时候 它特别容易冒锅 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用一个厨房的纸巾 然后给它这样吸一下 这样的话 在家里边做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容易爆锅 冒锅了 是 一定顺着锅边来放 如果你油太多的话 它很容易就冒出来了 对 就抓一半 这一半就留着 是的 现在这样这么高的油温 你看这个蒜 依然是金黄色的 是的 这就是蒜的作用 放了白醋的作用 白醋和水浸泡过的作用 明白 这个蒜呢有这个厚熟性 所以大家在炸的时候 不能在锅里面看见 它已经焦了 是 要在焦之前就捞出来 对 一般情况下判断的时候 就是大泡变小泡 你看它那个小泡 慢慢密起来 对吧 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重新再开一下火 然后把这个炸过蒜的这个油 再加一点点进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生蒜放进去 稍微断一下生就行了 断上了之后 把这个炸过的蒜再放进去 加一点点糖 然后一点点盐 我来中和它的那个味道 你看现在就再煸炒一下 好 给我来一个小碗 小碗 这个晶莹蒜的蒜蓉就做好了 想不到晶莹蒜是这样做出来的 你看我们这个米粉 还是有一点长 剪一下 再短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加一点这个蒜里面的油 来一点我们这个头道的生抽 你看这个蒜油加这个酱油的这个齿香 现在有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哪做到哪 想到哪做到哪 刚才它不是土豆那个垫底吗 是 对 我现在用小通来给它 哦 用葱来垫底 垫底 它既有这个蒜味 我还得让它有这个葱香的味道 哦 垫平了 然后加一点点油 好 我们就把这个煎好的这个米粉 放到上面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放我的虾 我的虾呢 大概就开了个背 是 现在这种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融合菜 在我们传统的粤菜的故事 又加入了现在这些 咱们现在带来的这些食材 对对对对 让它变换了一种新的生命力 对对对 非常有特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金银蒜 放到这个虾上面 你看 现在我尽管开小火 这个虾底下 底部已经再变颜色了 对吧 对对对 现在盖上盖子 预计两分钟 哎呦 这个两分钟之后 我们就能见到 可以说是一道新菜的诞生 这一道新菜 其实要格外感谢向上 是的 因为它带来的 非常好的咱们当地的米粉 是的 然后咱们融合一下 那到底味道好吃不好吃 各位期待一下 马上分享 时间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开大火一下 好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 太太乐的原味鲜的 这个料酒 料酒 对 这个料酒也是特别提鲜的 对 它是真正拿黄酒烹饪而成 喷到边上去 让它还有一点酒香的感觉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出锅了 嗯 这就可以了 好 放到这 来那咱们就 咱赶紧把它打开吧 咱赶紧把它打开吧 好 来了 因为刚才加入了一点点 我们太乐的料酒 就让它的这种酒香味 特别足 加上这个香菜末 葱花 来 赶紧品尝吧 好 辣辣的感觉挺好 好筋道啊 你现在尝到 讲个米粉的这个鲜味 嗯 完全是虾的那个 在焖的过程中 那个虾的汁水 嗯 就落到这个米粉上面 对 这种汁水 和我们的这个米粉 那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是 咱们这个 反而 咱们也得扒一下 干了 来 干 用光滑行动 来表示 我们今天这道菜的成功 不仅呢 有我们 越池地区的这个 你越吃米粉 而且呢 加入我们 越菜的经典做法 对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锅中热水 下米粉 油 煮五分钟 捞出锅凉水 锅中倒油 加入蒜蓉 榨子金黄色 过滤 锅中倒入蒜油 入生蒜蓉 和炸好的蒜蓉 加白糖 盐 米粉 加入鸡蛋 下入锅中 加蒜油 生抽 砂锅中 加入小葱 米粉 虾 金银蒜蓉 焖两分钟后 加入料酒 小米辣 香菜末 葱花即可 给大家画个重点 蒜加上清水和白醋 浸泡后 再去炸 这样的话 不容易炸糊或者变黑 所有成分 来自熟悉食材 我的私藏先法 泰德勒原味鲜酱油 喊您回家吃饭 我今天是第一次 用这个米粉 如果做失败了的话 我就很高兴 不是 我们就希望 它不失败 行 你这说的 我也想尝一个 就特别有一种 就是在那种 稻田里的那种 看见麦素 金灿灿的 这种闪过的感觉 稻田 看麦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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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